Hello 大家好 很開心 你今天請到這個大美人 海南 上來很開心 終於見到你了 來我們的節目 如果有細心留意我的短片 就知道了 今天Ann很好 她還帶了兩張音樂劇的票送給我們 所以你們要細心留意我們的節目內容 你有機會去欣賞我們這個節目 我啊 《青天有個秘密》 很厲害 剛才我們很久沒見了Ann 一回來你就參與這個舞台演出 我想發掘芝蘭 為什麼吸引到你回來香港做這個音樂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看音樂劇 我自己很喜歡看 我自己去年其實在香港做了一個舞台劇 去年那個《青春酒店》 但那個是純粹演的 但我已經覺得很喜歡在舞台上的那種現場感覺 很大挑戰 然後到了今年年頭的時候 他們就找我 就說有個音樂劇想邀請我去演出 那我是覺得很好的 又有得再玩這個舞台劇 然後再加上去一個音樂劇的時候 我是更加開心 因為我自己喜歡看 然後我自己又喜歡唱歌 雖然我不是個性 我又不是唱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很想嘗試在台上又演又唱的感覺 是的 在我的角度我覺得很高難度 其實原來是挺難的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今次音樂劇 其實我們很多場口的一些對白 其實都是歌來的 在歌詞裡唱出來的 所以歌詞一定要記得 因為等於別人的對白 即是跟你之前一直在幕前的演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就算跟平時去登台去唱歌唱樂曲 都不一樣 因為可能平時唱歌 你會用其他一些方法 或一些感情去唱 但是當你演戲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歌詞 或者一些說明 可能是很對白的 那可能你要用另一種的方法去演戲 那這件事也是一種全新的東西 對你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我聽到都很高難度 是的 因為之前我也有留意你的戲 因為我都很喜歡看你的戲 因為我那時候都很喜歡追 那我就想不到 剛才我和你聊天 原來這個音樂劇是要唱歌 我唱很多歌 其實我們這次這個音樂劇 就是全原創的音樂劇 而我們的導演 也是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 是的 真是很驚訝 劇本 裡面整個劇三十首的曲和詞 都是他自己作的 真的 年輕有為 真的年輕有為 是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 我很值得去鼓勵 誰帶你回來參與這個舞台 其實都是在機緣巧合之下 朋友介紹 永遠認識了他們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都很適合那個角色 所以就一拍即拍了 是的 我知道音樂劇 有你 有阿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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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志光 蔣Sir是一個唱歌之人 是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不喜歡 不可以說不喜歡 如果你一向都不是一個 看開舞台劇 或者看開音樂劇的觀眾 不要緊要的 因為我們裡面有三十首歌 蔣Sir唱歌那麼厲害 你怎麼當進來看演唱會 對嗎 我覺得很新的 譬如你們有空 或者知道紅館有什麼演唱會 你們都會去看 那你就當來看蔣Sir的演唱會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賣點 也不只是蔣Sir的 也聽一下向海南的歌聲 我們沒聽過 有沒有在幕前演唱過 比較少 登台就有 這個也很新鮮 蔣Sir我聽了很多 因為我們經常有合作做演唱會 那阿M的唱歌 我們真的要進去看這個舞台 才知道 才要聽聽 才可以 支持一下你 那我就跟阿浩靖 已經約定了 9月4日就來看你的演唱會 因為其實我們做四十場 現在已經是上演著了 因為做四十場比較長時間 戲裡面其實有兩個女生的角色 而這兩個女生的角色 都分別來有AVCast 因為可能怕我們太累了 頂不到四十場 所以我們就沒有人分擔二十場 所以我就做後半的二十場 哇 真的很厲害 四十場 是啊 也挺長的 這個舞台劇 對啊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國導演和他的團隊 其實很想把握一件事 就是很像外國的一些戲劇文化 其實在外國也有很多show 或者很多這樣的musical 或者很長青的 很長壽的一個長壽劇 一做就可能做幾十年的都有 對 所以他也很想把這種文化帶入香港 但是這種是很新的一種文化 變成現在香港觀眾可能還未接受的 他們會覺得 做什麼呀 做四十場 對 因為其實很多香港的一些劇 他們可能是五場至十場就差不多了 但是這次就是 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一個上演的日期 所以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說 我說我們要做一個月的 我自己也做兩個禮拜 weekend還要有日夜長的 你們沒理由交不到時間來看 對呀 沒得走雞了 一定要來看 一定要來支持 對呀 好像有朋友想問你 我們看看觀眾有什麼 而且我覺得呢 因為我們這次也是一個喜劇 但是喜劇裡面呢 其實都有很多message想帶給大家 我覺得有笑啦 有淚啦 裡面其實都有很多東西 觀眾看完可以帶回家裡 也有一些 有些message 例如可能是 有很多為夢想去堅持 那就是要堅持走自己的路 那如果你是有夢想的 就要堅持 這是其中一個message 對年輕人來說 也是一個正面的鼓勵 其實是的 也是一個正面的鼓勵 當然裡面可能也有一點 一些比較 始終十九歲 應該是年輕的 可能裡面會有一點 搞笑的地方 大家會覺得 好像比較小朋友 但我覺得這樣是OK的 你要看深一個層次 說到我很心急 想快點 想快點來看 因為我也聽到 Mumoko 都說一定要來支持 她很想看 要啊要啊 要來看 是的 是的 那咦 阿浩正呢 其實呢 原本今天呢 她的東西搭了 是的 在路途當初 因為原本呢 阿浩正應該和我們一起的 因為今天打風的緣故 我們就風語不改了 繼續在這裡和大家做節目 她就沒辦法了 要上飛機了 因為原本她是聽招飛的 但是因為打風的緣故 她現在要趕去機場 因為風作關係 她也不可以慢一點 對啦 就是啦 但是她也很想問一下你 在排練的時候呢 有沒有什麼趣事 排練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都排練了三個月了 那 趣事真的很多 太多了 我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是一個喜劇 那蔣sir其實也是一個 很有戲劇細胞的演員 是 那她每一次來排戲的時候 都真的好像 她好像 她很投入 很投入 而且她飾演的那位包青天 因為我們劇服包青天 對 她飾演的那位包青天 其實因為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演的 就不是說大家很熟悉 在電視看見那種 已經是一種很嚴肅鐵面無私的包青天 應該不是那種 所以她年輕的時候 是比較精靈一點 還有比較有趣一點的一種的演繹方法 可能有時候 我們的對白或者酒位 可能就是我背著她 一轉過來 她有一些很可愛的樣子 會弄很多表情出來 那我就會一轉過來 我都忍不住笑 然後我就說 幸好現在還在彩排 有很長的時間讓我去適應 適應你的樣子 對 但是她的樣子每次都不同 很難適應 很每次都不同 可能每次都不同的表情 對 甚至乎我之前有兩天都有去看她做秀 那在現場的時候 她都即興地加了一點點東西下去 我坐在觀俗城 我都在這裡笑 我心想 幸好我不是在台上 如果在台上 我應該會被她忍不住笑 對 對 那也挺好笑的 對 真的很心急想快點來看 對 好正 你會不會看我們的答案 對 你要支持我們 要支持 我知道她現在一直在乘車途中 都支持我們 那好吧 不如先喝杯水 對 我也要 對 因為我知道你今天也有很多不同的訪問 其實這兩天也有很多 所以你看到我其實已經有一點聲音 對 對 因為我不斷在這裡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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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先喝一口水 我會就會 對 給我一點時間 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美食 因為我剛才跟你在這裡聊天的時候 一直都聞著我台面前的美食 真的很香 因為我真的出名餵食 我也是 很喜歡吃的 所以 一看著我就很想吃了 我現在首先要嘗一下這個雞腸 對 我很喜歡吃雞腸 而且我看到她有很多芝士 嗯 還有那些 那些什麼 Chili 對 有些Chili 有些肉碎 我很喜歡吃這些東西 對 我真的跟她說 會不會怕肥 我剛剛就想問你 我不會 我真的一點都不戒口 那我覺得你很天生理質 我真的不戒口 煎炸東西又喜歡吃 嗯 又喜歡吃些 嗯 我又不是說那些只是吃肉的人 對 不是只是吃菜的人 我是要 我喜歡吃農味的東西 對 很像 我也是很喜歡吃農味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 嗯 很喜歡吃東西 又很喜歡吃東西 又喝不到口 夜晚又要吃宵夜那些 那我 我現在戒了 我之前都很喜歡 我現在排戲 很多時候是排到晚上11點的 時間比較長 在排戲的時候 又不會覺得很好 是 因為很多人是這樣 因為很專心 對 很專心做事的時候 在工作期間是不會覺得不好 是 對的 但是11點多完了 完了之後就開始放鬆個人了 就開始想吃東西了 所以都很大件事 幸好你沒有戴肚腩 幸好你旁邊我看得很清楚 不是 所以今天穿黑色衣服 好必 完全是令人羨慕 也很妒忌 因為原來你很喜歡吃東西 對 鼻子都保持得很漂亮 對 我也要問問你這些 扮漂亮的心得之等 對 因為我真的很餵食 所以我也要保持著做運動 保持自己不要太過離譜 希望盡可能保持得好一點 我看到你做運動的想 對 因為沒有辦法 我又貪漂亮 女生多數都是貪漂亮的 如果你說 我都想做運動 我都想做運動 但是很難 對 那穿衣服真的比較漂亮 那就變成唯有努力做運動 你又看不到嘴巴了 對嗎 那我們繼續說一下這個 這個很有趣 你知道這個嗎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剛才看上去 嘗嘗 嘗嘗 這個老闆又很細心 他知道我們聊天 做訪問 太大球 我們又很難 放進嘴巴 就預備了很多這些finger food 好 其實原來這個是一個炸菇 哦 對 還有Portabello 對 那我們就要試一下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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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我會忍不住 不停吃的 你說多點 好 我先說一下 嗯 嗯 這個呢 是一個蝦多士 嗯 我又見到我又覺得很香 因為呢 今天的東西呢 很惹味 我們聊天的時候 一路的香味 不停泡上來 所以我忍著試一試 其實剛才我一到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很多 很香的 我還想說 我一定要吃多點東西 嗯 嗯 不過這陣子呢 你 因為彩排 都比較忙 對 所以吃夜時間都很不定時 吃夜時間是不定時的 但是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就 嗯 幸好沒有肥 哈哈 真的沒有 你還有 幸好這次呢 是一個古裝的劇本 嗯 所以其實不用太緊張 我覺得 就算肥一點 其實都不太確 但是都不可以比自己太過分 因為始終古裝衣服比較多層 嗯 而且是會比較 會鬆身一點 對 所以其實我都要保持一點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怕自己穿了那些衣服出來 會很臉腫 那倒是 因為如果古裝入多層次 對 可能會比較臉腫一點 對 不過不要緊 我現在看著你 你有很多quota 是沒問題的 都不可以帶房子 謝謝 哈哈 哪一年了 我怕我出來會嚇到你們 哈哈 不要緊 我 你旁邊那個更長 不會啦 哈哈 所以不用擔心 其實我是九八年了 哦 九八年了 是九八年了 二十年都來 嘶 其實我幾歲就算港姐 是啊 你不知道港姐那個差幾年了 其實很低的 是啊 我都知道 幾歲就算得了 是啊 沒錯 都還差很多年了 其實我是九一的 那是嗎 是啊 那所以呢 真的嗎 嗯 所以這樣說 都是很小時候就開始了 哈哈 那我剛才聊天 那我知道 Anna 選港姐 所有人都知道 其實都不用多說 當時是四鳥冠軍 哇 就是 真的 大家一看已經知道了 那當時有沒有人 好 好 妒忌呢 咦 我又不是很覺得 因為其實我們那一年 我覺得大家都很開心的 是 甚至乎到現在呢 我們還有一些group chat 是我們那一屆的女生 全部在一起 是一個group 我們會到現在都還繼續有聊天 還有他們都會一起來支持我的音樂劇 是 其實我覺得 還有我們經常都會約出來 吃飯啊 喝東西啊 雖然可能有一些呢 就是 經常都是到處飛 或者不是在香港 少見了 但是每一次誰回香港呢 我們都會在一個group裡 就會告訴大家 然後就會約 所以到現在都會保持到一個很好的感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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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覺得參加選美有這件事好 就是好像我們這麼多年前 是 然後現在也有保持著來往啊 大家都有一些party 或者生日 聚會 都會出來 是 我也覺得是挺開心的 是呀 開心的 那有一件事我覺得呢 Ann和我呢 有一點點都很像啦 就是 因為我現在就在任美簽主席 是 那呢 我又知道你是衛員那集的會長啊 曾經做過兩屆的會長 是呀 其實現在都是committee的 是呀 是呀 那你都很熱心公益 會呀 做慈善活動 都要擺很多心機和時間 擺很多心機 是呀 因為 我都很早年就已經加入了衛員那集 那 一路呢 我都 就是看著他一路成長 我又不可以說看著他成長 但是看著他一路 變得更加好 是呀 那我們都很希望就是給到 大家知道 那我們希望就是用我們的 港者的一個名牌 嗯 這個力量 我們做了一個 維亞就是一個 政府認可的慈善組織 也都希望可以活去社會 嗯 是啊 那我覺得 這是很好 現在譬如我們一講 大家都已經很知道 維亞就是做了些什麼 是 是 其實是很好 做一個慈善活動呢 我真的都 雖然我就是今年才會獎 但是其實之前那幾年都是 整處都有幫忙 是 那我也是覺得其實做慈善活動 最初是想著幫人 但是其實也都幫了自己 就是幫人呢 其實自己也都真的很快樂 是啊 其實很開心的 就是會覺得做完 你籌到款 然後又捐出去幫到人 例如我們有時候做一些探訪 其實也很開心 是啊 是啊 有時候我們也有試過探訪一些獨居老人 還有我覺得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呢 我自己就是選完港仔之後 其實就入了演藝圈這一行 就是一路拍的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工作的經驗 但是那兩年的做會長呢 因為我們真的是義工來的 是啊 我們什麼都要落手落地做 是啊 沒錯 包括就是我們要找贊助 對 可能跟著 譬如如果我們做一個球的時候 可能要 下手落腳 對 然後要看 分館有分禮物 對 分館有分禮物 然後甚至乎就要找我們之後 要交給哪裏 甚至乎很多的contract 那些我們都要自己看 當然我們有一些律師會幫我們看 但是我們都要自己去跟 對 甚至乎可能就是你之後寫一封信 如何去多謝一些sponsors 對 如何去多謝來支持我們的善長人 就是很多這些東西都要學 我覺得就是在那兩年裏面自己都學了很多東西 而令到我之後轉了行的時候很容易適應到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幫到自己 就是幫到人才會幫到自己 對 我也是有這樣的同感 因為其實我們做戰事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想過有任何的回報 沒有的 只是想著對 都沒有 可以嘗試一下 但做一下 原來我在不同的地方 會是經驗不能拿出來 對 對 所以其實做多些善事 不是真的好像很老套 我經常都說做善事人都漂亮 心情也很好 真的人都漂亮 好 我們繼續吃東西 其實我想問阿姨家 是否 其實都是住在上海 其實現在 都算是的 我的基礎也是在上海 不過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會經常到處飛 這次做音樂劇的話 就回來差不多 未來未要回來差不多四個月 嗯 之前在內地的話 去拍劇 我也是去了 杭州和寧波 又住了兩個月 所以你說 我是不是住在上海 都是的 我有家在那裏 我也有隻狗仔在那裏 那裏 我自己很多東西都在上海那間家 但是你說真的住 我就真的周圍飛 好 就 depend上工廠在哪裏 香港 因為爸爸媽媽在香港 所以就經常都要回來 就是希望會更多 哦 原來你都很厲害 所以其實都周圍飛 真的好 走暈 這個全世界的工作 嗯 Billy叫你們先吃點東西 哦 是呀 Billy叫我們吃點東西 我也有 我們一起吃的 我們還有呢 剛才我們介紹完 這個是一個烏 這個是一個蝦多士 我已經吃蝦多士 但不要介意 你們Live就會看到 不停在那裏吃東西 嗯 是呀 我今天見到 我是不客氣地吃的 我真的喜歡吃東西 是呀 我真的喜歡吃東西 因為不是說 嗯 還有你有東西放在臉前 就是給我吃 那我不要浪費了它 對吧 沒錯 剛才呢 其實呢 未開機之前呢 你已經在吃 在旁邊那張桌子 已經在吃這個 嗯 就是這個 白酒煮青口 嗯 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們剛才呢 未開機之前 已經吃了一盤 哈哈 哈哈 我看到了 這個是第二盤 這是第二盤 很開心 嗨 謝謝 Gerry問呢 Ann有否打算回香港的電視圈發展 是呀 會不會呀 都會的 我覺得 嗯 嗯 要看時間啦 劇本的角色 嗯 嗯 如果有對的 我覺得也會 嗯 是啊 因為孫軟啦 剛剛又回來拍了一套劇 是啊 其實我看到現在呢 很多劇呢 都越來越好看 是啊 我自己都覺得 咦 不錯啊 是啊 因為我們上次和她聊天的時候 都心大心小 因為她都覺得現在呢 那個電視的程度 跟以前不同 其實不是很一樣的 是啊 公眾想看的東西也都不是很一樣的 是啊 就是 可能也有一點點心大心小 不知道怎樣呢 啊 怎知道那套劇一出街很受歡迎 是啊 我都聽過 但我還沒看的 現在就想著 上網要追回看一看 是啊 那我們都很希望 看看你 做完這套音樂劇 如果有適合的 我覺得也有機會 是啊 因為我也是你的粉絲 哈哈 之前做過的戲呢 我都有追的 我喜歡看的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覺得呢 做戲呢 很自然呢 這件事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當時 選美 是啊 之前你不是說 是經過一些 演藝的訓練而入行的 但是一埋位讓你去 演這個角色呢 其實真的不懂的 你又演得很好啊 不如你演很多奸角呢 因為你的樣子又不像是 演奸角 不知道為什麼會安排你自己 演奸角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可能這樣才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是啊 大家猜不到 是啊 大家猜不到 但你又演得很投入 令到大家觀眾很投入 包括我最近在內地拍的那套電視劇 其實我都是做奸的 是啊 是啊 現在觀眾應該清醒一點 因為以前 因為以前呢 我經常聽前妹說 他們 真的會被人罵 對 因為太投入 現在的觀眾不會的 很清晰 很清晰的 他們都知道 那是個角色來的 反而還會很欣賞 你的演技演得這麼好 是嗎 所以我不介意 這件事 挺開心的 如果觀眾喜歡看 然後罵我的角色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會很有滿足感 反而是 也是 其實自己也挺開心的 對 雖然我自己的角色 很多年之前 都真的選完那套 沒多久之後拍的 但是到現在 還有很多觀眾是記得的 記得的 真的很多 記得我 那套劇 或者記得我的劇名 是啊 我覺得 都挺開心的 是啊 因為剛才呢 我和工作人員在對稿的時候 那我在聊天 那我在聊天 《向海南》之前的劇 我有看 然後他們以為我亂說 你說套劇來聽聽 我知道 我都問 真的 是呀 然後他們馬上說 你真的有看 我真的有看 我真的有看 我不說太謊 是啊 其實現在 其實在街上 遇到我跟觀眾 或者就算跟我合作的人 很多都會跟我說 他們有看過 是啊 但是就是 我就是看回資料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 都有一段時間 其實都是很一段時間 是啊 很一段時間 所以我就說 所以其實都挺有滿足感的 我覺得 我由98年選 到我08年來開電視台的時候 有10年左右 我覺得在那10年裡面 自己都有幾部的代表作 給觀眾 到現在都還記得 其實我自己都挺感恩的 挺開心的 當然 我都會希望 我翌日 再有一些新的作品出來 是別人都會再記得的東西 嗯 但是這件事又要隨緣 那倒是 又不要給自己這麼大壓力 不過我想這個舞台劇完了之後 大家又會想起 有很多角色很適合你 希望 那我又想問一下 為什麼當時 就是剛才所說 你拍的劇 這麼得人心 這麼多人喜歡 你會偽然去上海 去做另一件事呢 是啊 其實我覺得當時 就是因為 好像剛才說 由98年選完 到08年離開的時候 覺得自己都做了10年 然後 有一點點迴望 那時候可能是 有一點點好像不太知道自己的方向 應該去哪裏 所以就覺得 也剛好當時 其實就是做完為哪裏 會長之後 就認識到那間公司的人 那他們就在跟我合作的一些項目裡 就看到我的一些工作能力 所以他們就有問我 會不會有興趣去上海做的 那我就覺得 咦 其實也是一個機會來的 那我又很喜歡挑戰自己 我很喜歡試一些 未試過的東西 對 去挑戰自己 或者去看看自己 究竟有沒有能力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就接受了那個 那我就想去試一下 咦 那你也真的做得挺成功 是啊 因為我是 那時候可能在香港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點迷惘的 不是很知道自己 應該怎麼繼續走藝人這條路 那跟公司 可能當時大家有些意念上的分歧 那就是究竟大家 應該怎麼繼續去發展 就不是很清晰 那所以就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又遇到另外一個工作機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咦 其實都不錯 是不是應該試一下呢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由1998年選港者 到你去上海的時候是幾一年了 其實十年了 就是1998年 然後2008年就上上海了 就住了幾十年 然後又試一下自己一個變化 那我覺得這個變化對自己來說是好的 因為始終可能以前就是 剛剛離開了 就是離開了讀書的環院 就直接入了演藝界 那其實真的沒怎麼見過上面的 那我覺得很多東西可能自己都不太懂 或者沒接觸過 那變成呢 我自己覺得無形中 可能有一個框框框著自己 那可能這件事對自己 可能對自己演戲方面都有影響 我最近經常跟別人說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當時拍楊貴妃的時候 就是剛剛選完就入電視台 就開始拍這部電影 那時候其實選完半年左右 那一開始拍的時候 其實真的什麼都不懂的 劇本又不太懂怎麼看 然後拍的時候就發覺 咦 原來拍劇是跳著來拍過 可能一來的時候 就不是拍第一集的第一場 可能就不知道拍幾集的第一場 我明白為什麼 總之跳了 這樣跳到自己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的楊貴妃 又真的從頭到尾 那究竟每天回去拍的時候 究竟我在拍哪個時期 都是靠他們告訴我 那時候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 《貴妃醉酒》是一場 挺大家熟悉的戲 那一開始拍我 他們就叫我拍這場戲 那我坐在錄影廠裡面 我跟導演說 其實呢 我不知道喝醉酒有什麼感覺 哈哈 因為那時候真的 沒試過 沒試過 因為家裡都搬得很嚴 然後去到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在加拿大 每個人都會出去玩 喝喝喝喝喝 我真的沒有 我完全是滴酒不沾 啊 是閒子 我也很像 完全是 完全是 喝醉酒是怎樣的 那我就坐在這裡問導演 坐了很久 聊了很久 就 硬盼著一場 去猜一下 對 去猜一下 感覺一下 那就是 因為自己真的什麼都沒有接觸過 甚至乎 可能是演戲的時候 去做一些 不同的角色 或者做一些 不同的反應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純粹是 是靠自己的幻想 去做出來 但是我覺得 到了我自己去了 上海那四年做事 那上海很喜歡喝酒 做事 會不會喝多了 幸好就是我 工作的環境 所以我喝酒 但是我也都 開始自己是有一點點開險 因為我會覺得 可能去到上海 感覺是個人放鬆了 可能最初去的時候 都 感覺上是放開了 沒有一個框 框著了自己 而且就開始 接觸多些不同的朋友 那樣 就開始覺得其實 喝酒都不是壞事來的 其實都是一種社交禮 我覺得這樣 只要你適可而止 那我自己都很控制自己的 開始喝多一點點 可能吃飯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禮貌 我覺得OK的 可以接受到的 那你就會開始 感覺到 原來喝了少許酒 那個狀態是怎樣 或者你會看到 身邊的朋友喝著酒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真的挺多的 所以你就可以模仿到 反而是這樣就多一點 甚至可能是 當自己去到不同的公司去做事 可能見多了不同的人 可能你就會再想多了 原來有些人會是這樣的性格 我會覺得很多的經驗 另外我自己現在再去做演藝界的時候 去拍攝的時候 首先那天放開了 放鬆了 可能就沒有以前那麼緊 然後可能有一些角色揣摩方面 也會更容易掌握 那是的 始終你的人眼界更多了 見識更多了 那你揣摩角色應該會更加容易 那我也覺得 Ain也有一樣東西也挺像我 因為剛才你講了分享的經驗 我自己也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就是兒子有時候我都會跟他說 我說不要喝酒 喝酒有時候喝醉了很失禮的 那喝醉了是怎樣的 那我也沒試過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喝少許 我也覺得是一個禮儀 就是跟大家出來吃飯 喝少許 但是我也是很會控制自己 又不會喝得多 因為我自己也很害怕 自己喝醉的時候 有時候見到周邊的朋友 可能會做一些很大膽的事情 我自己就會這樣 所以我就很警惕自己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有些朋友又有另一種想法 就是他們的女兒 她就會自己跟爸爸的媽媽 即是我的朋友帶著女兒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被女兒喝酒 她就說她現在開始後世喝酒 那時候的女兒可能是十五六歲 我也有這些朋友 她就說她跟著我們出去吃飯 喝多了我們會照顧她 而她自己也會知道 原來我的限制就是這樣 可能她自己出去的時候 她就不會那麼多過這個人 或者是等她從小就開始 適飲的時候 不會說出到去 適應一下 給一些不認識的朋友 在那裡喝酒的時候 會適應一下 所以他們就有另一種的 這樣的教育 就是有這個家長主任 現在的家長都很難做的 要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啊 是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兒子 所以我又沒有這樣的擔心 如果女兒也是會有擔心的 也會的 不過現在我覺得這個年代的年輕人 都很聰明的 自己都懂得保護自己 是啊 所以都沒有那麼容易上當的 跟進口罩 好嗎